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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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我們做票號的 想買一買鑽銀局 方便增加白銀的成績 是很自然的事 所以之前我也曾經問過路 不過後來我知道 接手之後要花費大不來翻身 老實說, 在商言商 我覺得不划算 鑫兄, 你覺得這宗交易不做一個? 做生意小財不出大財不入 否則白銀用蝕了一定要重駐 長遠來說一定有利可逃的 這層當然…不過 平遙、泰谷、奇縣 總共有二十二間票號 而鑄銀局 民營的有六間 官辦的有兩間 已經是飽和了 生意小財不少 既然現在拿白銀去重駐, 所費用多 又何必你見官才打八十大板 不如用這些銀去做其他買賣 應該效益更大 買鑽銀局這件事, 遲些再說 好, 知道 鑫兄, 薑始終就好了 其實我說年少有為 我像潤田那樣的年紀 哪有這些心思 不要緊, 慢慢來 遲些說服了其他人 讓運響的事有目 再想過也沒遲 來, 喝茶… 夫人, 糕點已經準備好了 過去吃糕會怎樣 有我喜歡吃的雲片糕 甜吃你就最喜歡了 不, 鹹點我也喜歡吃 這麼大的女兒, 經常顧著吃 娘是笑我 娘說正經的 男大當婚, 女大當嫁 你們是時候要定下主人家 之前我們介紹幾個公子給你 這些移民地全身同臭 爹也是做生意的 那又怎麼同呢 爹長袖善武, 而且文武相傳 既懂得武劍, 又寫得一首好字 原來你是想嫁一個 好像爹那樣脾氣的人 這些事緣分天賜 我只是希望未來夫君 可以和我志同道合 富倫私詞, 唱談音律 我就於緣足矣 好…總之選到在合二小姐心意為止 詐善你就最厲害了 婚約之事, 全憑父母之命, 媒著之言 我那時候, 爹娘一點頭 我就抽上大紅花轎了 是嗎? 姐夫至少在票號做事 而且和姐姐至少相識 如果姐姐不點頭 難道娘和爹抓你上轎? 來吧 老爺, 我剛剛去完鑽銀子回來 藥送過去了嗎? 我去到就知道 湯商的工人連龍幫的年輕人 都被工頭辭退了 這裡的銀子你拿去, 讓你療傷 我一心打算來山西 打工儲夠錢就回家戲屋 誰知道搞成… 爹 起碼你還有親人 對了, 那你打算怎麼樣? 先送你回去, 其他事慢慢再想 小兄弟 老闆, 坐 老闆, 坐 你們被解僱的事, 我已經知道了 回如洲路途如遠 這些狗木頭車根本不適合 老君, 準備馬車 再派人護送這位小兄弟 安全回家鄉 儘量治好他的病 是, 老爺 天下無不散之言 你這個朋友交托 他不可以收這些銀子 叫你放在這兒房身 但他豈不是沒有銀子房身嗎 放心吧 我們已經安排了朵朵 不用擔心 阿長姐出路如貴人 謝謝 舉手之勞 他最難得的 就約了你這個這麼好的朋友 同金共苦, 情若兄弟 人生在世 最難得就是有人代自己好 對了, 你以後有什麼打算 再找個份工, 希望有錢穩飽 不如來鼎風城做校集 校集只是學校 你為人忠肝義膽, 正直敢言 我們票號最需要你這種人 這位是異掌鬼, 姓方 異掌鬼 我姓John, 是這裡的民讀先生 以後就由異掌鬼和我 教導大家票號的規矩 你們經過點名之後 就會成為鼎風城的校集 你… 蕭來, 山東煙台 陳經, 山西平爺 康飛, 山西平爺 大埔, 山西平爺 李臣, 湖南長沙 章魚, 山西泰谷 范子齊, 山東濟南 這個年紀似乎大跌 是財東破格收去的 如果他有表現不好 有人照規矩開場 大家要知道 做校集不是這麼容易 除了要專師重道之外 還要服侍掌鬼 五虎四把缺一不可 所謂五虎就是茶虎, 酒虎, 水淹虎, 噴虎和夜虎 四把就是橋素, 彈指, 毛巾, 抹巾 每天都要定時定後準備 要服侍周到才行 這裡… 然後還要學習業務的技術 包括朱旋, 鱷語, 記帳, 寫信 越熟記銀的成績等等 另有自身的訓練 例如守時, 忠誠, 重信義, 克己為人 每招都在票號那裡可以實習 山西票號, 執金融介牛 做票號有三件事不少 除了本平, 圖章 還有本銀, 即是標準的銀兩 各地的白銀成色不同, 重量不一 依據本平, 多徐小寶 成色足就升水, 成色不足就貼水 這樣才可以解決匯對的困難 你兌五十兩的銀定 莊先生不需要用情 一拿上手便是哪處地方 二四古堡, 屬漢武, 九二色 二四古堡, 漢口武昌銀定, 貼水 桂園花銀記分足色 花銀, 桂林吳州銀定, 升水 想要記得每個地方的銀定名稱和城市 就一定要背縮, 發馬歌 知道… 很冷 很舒服 中間的位置是我 我躺在旁邊, 很暖 大家靜靜靜靜靜靜, 有事宣布 從今開始大家要同舟共濟, 同心協力 反正我們有很多時間 學不學到東西就不難 最重要是馬實大掌軌 沒錯, 票號人事複雜 我們要過關斬仗才能留下 所以最重要是看清楚形勢 所以以後有甚麼事就要互相通報 這樣就不怕被人趕走了 我說的, 為甚麼人才好 幹甚麼? 假裝勤奮 你不用太勤奮了 不是發馬歌嗎?你看… 寫家書嗎? 只是第一天 要不要這麼快, 看看寫甚麼 唸出來聽聽… 你不要戲弄我, 別給他 你給我吧… 給你吧, 他玩了而已, 這麼兇 還有, 別說不提你 家書的事由票號代記 所以千萬不要亂寫 如果讓莊先生和二掌偉 知道你這麼沒用, 就糟了 沒錯, 所以一句說完 跟我一定沒有錯 來明即起, 事奉掌軌 五壺四靶, 終日伴帥 一絲不苟, 謹小慎微 顧客上門, 禮貌相待 不分紅手, 不看衣服 察言官式, 唯恐得罪 精於業務, 憂悔精稅 算盤口決, 必須熟練 有客實淺, 無客物仲 用耳自用, 口無怨言 每歲終了, 經得考驗, 罪所擔心 鋪蓋之眷, 一旦學成, 辛苦入位 已有賓頭, 雙親得位 又是我們 上門的都是客人, 有甚麼可以幫你們 我來找一張人, 麻煩你幫你兌現它 看清楚是不是你們出人票 你們認票不認人 有位客官, 看見你們找一張票 真好 上次真不好意思 我們兩姊弟激共了點, 得了 一場紅毛姐, 這邊, 請 這裡五十兩人, 請兩位提收 對 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我去訂茶葉, 你去買日常用品 好 老闆, 我訂茶葉一定長時交貨 我五日後就回規法了 行…小店日後日付貨 留點時間給客官做準備 我們的茶葉出名漂亮 包你回去, 每個人搶著要 成你貴賢 老闆 又是你?要不然不遇一撞 我經常遇到你, 你在票號做嗎 麻煩五斤大紅袍 送去給哪位? 是莊先生要的 大紅袍很貴, 還要五斤這麼多 那位莊先生一定會殺很多人 不用問, 山西的男人 誰不想做西幫? 一進到票號就可以出人頭地 為什麼? 由校閘做起, 一直升上大掌軌 除了工廠之外, 還可以分身股 每逢帳期還可以分紅 我有兒子都送他進去票號 那就很有前途 當然 當然 兄弟, 努力一點 進票號才上訴就行了 行了…謝謝老闆 好 我先走了, 我去見 別走, 你有很多事做 有些事問你 怎麼才能做到校閘? 我們才都沒有機會, 才能進票號 原來如此 那外族人可不可以做? 頂峰盛在蒙古歸化 好像都有分號 你知道我們蒙古人以由目為主 很多時候都要看天做人 如果有一份安穩的工作 日子真的比很多好 漂泊的日子的確很難受 我五天之後回歸化了 但我欠你的銀兩還沒還我 算了, 那個小小敵珠 身為孝雜, 我不可以帶銀兩在身 或者這樣, 我和你再有個地方 我再拿出來還給你 書書人也有說 那戶舊急, 舉手之勞, 何足掛齒 欠債還潛, 天功地道 看人有句話 江湖是江湖料 他日江湖再相見 有需要再問你拿 我有事做, 先走了 想不到這麼快, 我們就要分道楊彪 我在這裡和你們兩個喝杯 好, 喝杯 喝 喝 這麼好事成雙? 再喝杯 差點忘了 我準備了一份手信 送給你上路 這是什麼? 每一切都挺不客氣的 對呀, 又不太熟 也是客氣的好 不應該收 嚇什麼氣 裏面是我的名貼, 很有用 你們記得把它帶在身邊 在你們回歸化途中 萬一發生什麼事 你可以拿著它 向當地的官府求助 這份禮物不錯 收一個, 謝謝 別客氣 我希望你們融不上 這樣的話, 如果將來我有機會 去到蒙古, 就到你們兩個 好好招呼我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張公子, 你騎過駱駝沒有? 沒有 那怎樣去蒙古?駱駝很難騎 我會騎馬 馬怎麼跟駱駝呢?駱駝這麼高 又不就得人 隨時搭下來, 粉身碎骨 嚇死而香都有支 還有, 駱駝身上的味道很難聞 你的公子哥兒十文怪 臭死也有份 苦而赤, 你在說什麼? 原來苦而赤好喜愛開門笑 起快 好 張公子, 你打算留在平耀多久? 平耀富庶不信京城 我打算在這裡多留一段日子 也對, 山西處處生機 但在這裡生活愧不錯 你幹什麼? 你沒事吧? 沒事 阿俊 魚媽 阿俊 看一隻鳥 毛色真是越來越鮮艷 難怪我們阿俊怎麼這麼喜歡你 水多歪了 還不快去捉牠? 雞手鴨腳這樣 做一點事也做不到 不用了 牠飛出來不就更好 好, 可以自由自在, 非要見都行 傻女 外面的世界看來很自在 其實風大雨大 有家保護才最幸福 我索性的竟然買一個對 成雙成對, 雙宿雙妻 不用一個人這麼孤單 那又要麻煩表弟? 自己人嘛 好, 魚媽不妨礙你了 我去找景妍 好, 賊 有沒有 我以為你再勉強 你還要中國大雨 你還要不要 , 我想要吧 有兩個草沛 有兩個草沛 你是不能辭職 你這是又大的草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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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跟你們說過 每次要在票號實習 但最重要就是晚上回來 好好地自己溫習 法馬哥, 我想你們一定陪得很熟 你, 陪一次我聽 是 天津化寶松江經 文銀出在廣朝城, 雙陽城… 不用了, 別聽了 來…阿寶, 念念 飄飾更貴竹文銀, 雲南飄定莫忘情 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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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驚…經驚, 經驚, 經驚, 經驚這麼久都驚不出 你經常看著我幹甚麼? 你不是跟他們一樣嗎?告訴我聽 二四古堡屬漢武, 貴吳化銀記分明 常文周在雙譚縣, 長山用漢銀出名 速逐不堪入目視, 誠恐難記除口中 很熟, 不過下次背就要從頭背起 分內事都做得不好, 你幾個要罰… 做了一整天打酒, 個人已經累了 回來還要罰出罰馬哥, 真是要命 我不是更慘, 你就去寫馬一整天的東西 我把整個票抹在地上 正是你有份馬?我也有份馬 我幾天走? 早就好像瘋了 真是跟人不同命, 我們就在佛抄 人家就由手號走來走去 不過不是, 我們好像被人害了 我好像說過, 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 你說, 我們一群人都背得差不多 你全都背了, 你很沒義氣 你博什麼? 我只是做自己的本分 那你也說我們全都沒有做本分 是嗎? 是吧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這個人拿了彩頭, 不僅教訓我們 我知道你呢, 我們沒有你這麼好的資質 可以全都背了 那麻煩以後遷就我們了 發抄吧, 不能睡了 你們以後用心, 盡心盡力學 他說表現好的話, 就不會被人罰 是吧? 是 知道… 我今天想告訴你們 票號在收報之前 有一個習慣就是唱掃 所謂唱掃 就是由大掌櫃唱出每項出納的數目 另外五位坐櫃 他們要共用一個五人的大宣盤 這樣他們就可以互相加減對比 這樣做法就可以避免有錯漏 兼顧可以而不敢有人落架 你們幾個幫忙, 把宣盤推出 是… 小心… 就這裡 怎麼會少了紙?今天誰打掃的? 是我 你怎麼這麼粗心大意? 我打掃的時候還是完整無缺的 你這個人做錯了事, 還想求開脫 你知道一個算盤對票號有多厲害嗎? 這是生財工具 生財工具有損壞 就會損害到頂風盛的元氣 你會漏年不利的, 你知道嗎? 好, 我今天罰你沒飯吃 洗一個月馬扣, 你給我馬上吹 快點繼續 給你馬洗刷嗎? 什麼是你?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我們蒙古人, 四海為家嘛 洗刷不是這樣洗的, 我夾你吧 馬很喜歡人幫他洗刷的 其實馬跟人一樣有脾氣的 很需要溝通和互相感應的 Servalu 你也嘗嘗 Servalu? Servalu就是我們蒙古語, 你好媽媽的意思 坦白說, 我第一次看見你笑而已 見過你三次面 常覺得你好像五爲心事, 瘋瘋寡 笑多些人都會開心一點 是嗎? 這麼多讓我戴上這麼漂亮的白鶴花 你剛才不是說沒有好朋友嗎? 也是的, 初來報到 很難一時三刻認識到朋友 你叫什麼名字? 范子齊 范子齊, 你想不想跟他做好朋友嗎? 你先拿著吧 你試試看 他咬我? 沒事的, 怎麼… 他咬我 哪不會咬你? 你過來… 不要… 你不怕的 不是我, 不要 你先過來 不要… 我先過來 來, 去吧 曲韻儀仁, 在下能夠相和 實屬生生有幸 在下姓張明崇文 敢問閣下高姓大名 萍水相逢, 可必追問姓明呢 小姐, 有幸合奏 逆角長筷 小姐有禮 公子曼福 如此良辰美景 在下忽然想起兩句詞 雙逢不語, 一朵芙蓉注秋冥 是容若詞 人在玉樓中, 樓高四面峰 代張低緩, 直為形情恐人見義 幽近小蘭江, 直陽無限山 便是有情當樂月 只應無伴送邪輝 公子對納蘭勝德的詞這麼熟 不如明天再來 盧家華姐已經想到下一句 好, 一言為定 二表姐 我在這裡 二表姐 表弟, 你有沒有看過那本《飲水池煎》 是誰寫的 納蘭勝德的詞集 其實詞詞的事我不在行 那倒是吧 你總是要出街為票和找生意 又怎會像我這樣 這麼多閒情日志在這裡看詞集 當然不是, 二表姐簡直是知書識禮 是呀, 你哄我就最厲害了 二表姐, 著緊找很多時候都找不到 不如待會再找吧, 我有些東西給你看 來吧, 跟我出來 是煙花 你不是說想學合意英雄轉的主人 這樣放煙花嗎? 我特意買一個給你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馬上點嗎 勇氣可以 快點點 好漂亮 你喜歡吧 不過呢, 如果煙花再大一點 一定會更漂亮 沒問題, 我下次買一個更大的給你 好呀, 真漂亮吧 你喜歡就行了 怎麼會是這樣的 好呀, 你先清潔房吧 二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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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受傷 你自己弄不掉 我不是一隻馬仔弄成這樣 還有, 這塊肉是我的家傳之寶 價值連城, 你賠得氣嗎 那你現在也不賠 怎麼了?想報官嗎 我們不會怕你的 我跟你們說, 報官對誰沒有處 現在這樣, 兩個都有損失 就當打和吧 不跟你說, 我走 你不要走 別追 姐姐, 她這麼無賴 你任由她嗎 去票號找她, 有用嗎 知道西方人做事最重是甚麼嗎 晉雙認為誠信不欺 就是經營長久取勝之道 所以他們看信員是高於一切的 如果你去頂風勝跟他們理論 他一定不賠 對了, 就算他不在店裡 他們都會幫我們找他出來 你知不知道這四個字是甚麼意思 我們做票號生意的 雖然以利為主 但凡事都以誠實信義為本 只有不起不詐才會贏得信譽 基業放好穩固 這不僅是我們票號的立兒依據 還是我們喬家的家規訓令 我周遲提醒大家 做人一定注重道德修養 取義利而不行奸詐 你今天做了甚麼 我…說 我…我上山試煙花 不小心射到那對蒙古子弟的茶葉上 無緣無故怎麼會這樣 我也有弄傷的 還有, 連外祖父送給玉佩也掉爛了 儀長, 他的茶葉值多少 茶葉是你燒的, 你就應該作出賠償 玉佩是貴重, 但始終是身外之物 但茶葉是他用來謀取新計的 他竟然還小, 他哪知道這麼多 慈母多, 阿兒 現在琴兄在幫我們教的兒子 你少說話 出事之後, 你還虛如黃河 做人怎麼可以這麼不負責人 還有, 當時票號還在開門 你竟然開小差 怪不得不見人 我以為你出去收帳 還不快向義長道歉? 對不起, 義長 竟然也知道錯了, 算了, 老爺 敬一時掌一致, 以後別再犯錯了 你看…每個人都對你多好 你…你真不相信 才當你教訓得對 以後我會對他賢家管教 說到底, 我有錯的應該是罰的 辦公時候辦師母, 實在幫好饒舌 否則難以服從 這樣吧, 就扣四費一離身股 還在身金裡扣錢賠給別人 應該… 其實這次沒有消傷人 已經是不幸中之大幸 姨媽, 你記住叫下人 煮定驚茶給竟然喝吧 爹, 阿俊, 你在幹什麼? 表弟之所以搞出這麼多事 都是因為我想放煙花, 他才會買 如果真的要罰他的話 你連我也罰了 真的有這樣的事? 是, 請爹責罰 好, 十天之內不能出院之遊玩 是 娘, 你聽到嗎?是第一聲 第一聲? 不關我 小幸好, 我有提到 原來連帶有些人的人 我又不想賬人 叫人家在山水裡 叫人家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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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近小欄杆, 夕陽無限山 便是有情當樂月 只應無伴送邪輝 凡話如夢總無憑 人間何處問多情 你手上這兩張對票, 一張就歸你 一張就用票號來儲存 李叔叔拿到那張對票 可以去歸化我們的分行取款 分行會把那張對票寄回來給我們總行 通知我們匯款已經回對無疑 但我叔叔怎麼拿到那張對票 票號的信期十天一次 明天剛好的信期 我們的負責人就會把那張對票 交到李叔叔手上 但票號認票不認人, 會不會搞錯 認票不認人的做法 是確保對票的真假 如果客人不放心 我們可以在對票上 印上土保交付的印象 即是代表客人向取款人確保身分 以保回款安全 小心為上, 要怎麼做 待會我找人幫你辦手做 喬老爺真是為顧客服務周到 應該的 說說說, 燒洞殘業是你兒生 沒理由要喬老爺你賠償 竟然是我兒生, 我也有責任 再說竟然也是頂封城的伙計 為了票號的名聲 賠償損失也是份內事 說得很有道理 不過說到底, 要我收喬老爺的銀兩 我心裡真的不太舒服 姐姐 說說正經事 但是我們很急需這筆銀兩 那怎麼辦呢 有個辦法 我可以在喬家裡做客人一段日子 我弟弟可以在這裡做 當底神不掃, 無謂要喬老爺的損失 什麼 我說真的, 煎卸出不可以收回 整個說話都不可以推翻 就這樣說吧, 大家有否佔大了懸疑 做客人很辛苦 在這裡做更加要克服內 不怕的, 我們蒙古人不怕辛苦 但是進來做事就要照我們的規矩 看頭 我不看頭的 大清律禮也批准內臟 可以保留自己的裝束 這點我明白 但是頂封城就要守頂封城的規矩 喬老爺, 你放心 他笑不耕時, 我會好好教訓他 總之, 我保證我們兩姊弟勤勤勤力 做牛做馬都無所謂 喬老爺, 我們先走了, 不妨礙你 蒙古人的聖地真是出席 從來沒有人對老爺你這麼說話 知不知道為什麼我會答應他們 在塞外生活風吹雨打非常艱辛 尤其是對年輕人來說 根本就沒有出路 看得出那個蒙古女生 完全毀了個弟弟 姐弟情深 我們山西人最說的是有情有義 懂得把握機會, 就要看他自己 如果不下格的話, 一樣要走 為什麼無緣無故要我去做孝達 之前你一點都沒有向我提過? 你以前不是經常怨恨阿蘇、阿嬸、黑磅 不想留在別人這裡做牛做馬 現在就得上所願了 姐姐最關心的是你 以前既人離下, 現在可以獨立謀生 我們應該為將來好好打算一下 你不想回歸法? 遊牧的生活已經很艱苦了 現在蒙古邊界的地方又這麼不太平 來到平遙之後 我發覺入票號做真是大有前途 我為了你才這麼後面皮問喬家老爺 幸好別人答應我 但我連校閘做甚麼都不知道 怎麼做 世上無難, 事只怕有心人 山西人相信從雙才會出人頭地 如果你做得好好的 就對得住父母坐天之靈 答應過爹娘的事, 我一定不會忘記 男人大丈夫, 志在四方 但是從出生到現在, 我都沒剃過頭 我怕剃了, 姐姐你不能認得我 那算了, 你一個人犯規化了 姐姐 不要緊, 我在喬家裡做久一點 沒事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就證明給我看 走吧 大叔…麻煩你替我洗手提頭 好, 坐… 姐姐… 你乖吧, 姐姐 坐下吧, 姐姐現在買好菜 今晚煮一頓飯飯吃 以後我進了喬家, 你進了票號 我經常見 大叔, 看得比較乾淨 好…你放心, 放心 你乖乖 沒有了 沒有了… 好啊, 你還沒走? 是呀, 我打算留在平遙 你繼續慢慢說吧 難怪要來他在這裡 都猜到他會令你想起 布倫巴圖的壞人 我只想起了 姐姐, 別再衝過去了 還未相救嗎 想不到在兩三天之間 還有這麼大的變霸 你覺得我太心動了嗎 你也是當機立變的 我都覺得我這個決定是適合你 求人得人, 總算是件好事嗎 其實真的要感謝鼎豐盛的橋老爺 票號財東條管業 你認識他嗎 鼎豐盛的分號片部傳播 也是山西票號之首 我雖然跟他宋美茂面 但我也很佩服他 長袖戰武門籌為握 是呀, 橋老爺真的很擅長 如果虎而赤, 學到他小朵皮武 我心滿滿足 你這個做姐姐的 真是不心留意 對呀, 還一些名帖給你 不好意思 不用急了, 反正大家都留在這裡 來日方場 那倒是, 有機會見面 你怎麼回事 我最近認識了一位朋友 大家自同報學 去岳運和私事都很有興趣 本來想約了再會面 但不知為何對方沒有再出現 那你有沒有找他 為什麼你不找他 小姐, 很難得才遇到頭戲的朋友 別放他這個機會 別放他這個機會 technically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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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